2020 Honda CR-V 改款重點 開始 前半管七把樣式更霸氣 霧燈改為 LED 五連發 水箱道 黑底鏡面烤漆加鍍鉻石條 頂規 S 板方向燈新增 LED 序列式 輪圈改為雙色 5 號版 18 吋樣式 後保感呼應前七把銀色帥氣線條 排氣管改為雙邊單粗寬扁造型 尾燈組樣式不變 增加熏黑處理 新增預售價 96.9萬的 VETI 入門款 中規以上標配 QI 無線充電 前後共四個 USB 送電孔 全車系標配 Honda Sensing 頂規 S 款獨享 全景天窗 前雙座電動調整 感應起扁電動尾門 PSX 註冊雷達以上 實際設價將於9月3號發表 多退 少不補 報告完畢 歡迎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謝謝收看 下午一見 掰掰 好啦 我知道雖然改款東西不多 我們還是要來開一下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這個CRV 2017年上市以來 說實在 我們雖然常常討論它 可是其實很少機會再把它借出來 所以這次呢 我們等於是幫CRV也來做一下 這個銷售三年多以來市場反應 然後再重新再來開一下這部車子 好 我們先一樣看一下方向嘛 唉唷 一圈又大概60度 以全輪驅動來講這個算不錯耶 就是 轉向比比較小 不會像大部分的車子都 要轉一圈又大概130度左右 這個一圈又60度的設定 果然會讓很多人覺得 其實開CRV是輕鬆的 為什麼 你每次過彎的時候 不用轉那麼多嘛 好 那我們這個梯次 其實是 試車活動的最後一梯次 所以大家應該很多人 已經在網路上看到 這台CRV試車的影片了 那我們是最後一梯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跟人家搶快 不過呢 我這一次 我這個梯次也是刻意的啦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 跟本田的新社長 豐田成先生 沒錯 台灣本田的新的社長 叫豐田成先生 日本人 那有個晚宴 我們昨天晚上也聊了很多的事情 新的社長豐田先生來了之後 他就告訴我們說 嗯 他對於這個 台灣本田在銷售的這些車型 他覺得太保守了 他想要做一些事情 那另外為什麼要得做呢 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環保法規 尤其是六期法規 其實已經去年實施了 本來今年的9月1號 就已經過了一年的 延展期已經要生效了 會滿嚴格的 但是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延到了明年的2月30 2月28 2月沒有30 所以 有些車型的這些安排 能不能過六期環保是第一個關卡 其實第二個關卡更嚴重的就是 2022年的CAFE 我們所謂CAFE CAFE 那個是一個也是一樣 也是一種環保法規 那個是對油耗產生環保法規 CAFE就是 企業平均燃油經濟的這個簡稱 其實就是寫CAFE 就是CAFE的意思 CAFE唸起來一樣 對不對 比較好記 這個意義就是在說 現在可能很多的車子 譬如說CRV這部車 一公升可以跑14.6公里的油耗 平均油耗 大家覺得還不錯 可是 新的法規實施 你的平均油耗可能要到19公里以上 更輕一點的車子 甚至於要到20幾公里 每公升要能夠跑20幾公里 像SUZUKI那種大概1000公斤以內的 車子要跑1公升能夠23公里 天啊 這個你沒有HYBRID的 你根本就做不到嘛 對不對 那在這幾年很多車廠 不斷不斷的調整之下 以HONDA來講 它原本這個車子是 符合現在的標準 但是未來之後呢 就有點辛苦了 所以 有很多的車型勢必得 做一些調整 包含這個HYBRID的車款 還包含了 你看未來要引進的FIT FIT可能明年就要引進了 那CRV呢 這是小改款 雖然改的東西不多 可是還是可以 還是得再站個兩三年 那CRV的HYBRID 會不會進呢 大家都還在評估當中 但是我們可以相信 這未來的兩年 HONDA的整個車系 在台灣的銷售車系 一定會增加一些 而且HYBRID是一定要有的 我想全台灣的所有的車系都是這樣 因為這個CRV這個法規 影響實在太大了 其實我甚至於認為它可能也會延期 不過這個都題外話 每個車廠都努力的都在因應 那其實CRV這兩三年的銷售一直都是國產車 我們講國產車就是說 同級對手裡面不包含Toyota RAV4 在國產車裡面它一直都是銷售冠軍 我們知道它其實最主要原因有幾項 第一個它的造型就是 看起來還體面大方 第二個它整個內裝的設計也是 讓你覺得 這個操作起來很有本田的味道 就是很舊手 而且視野也遼闊 然後椅子又寬又大 按鈕清清楚楚 然後這個儀表台呢 哎呦 設計的還滿先進的 有這種數位式的儀表 不過可惜的就是它這個都只有英文 但是台灣人的英文水準很高 所以這個不成問題 你看就沒有產生一種障礙 然後呢中間這個觸控螢幕也做得還不錯 整體來講空間實用性 這個是CRV我們一直講它最好的地方 不管是乘客的空間 還有行李箱的空間 這個大家都很好 那當然也有一些被詬病的一些小問題 譬如說它那個倒車都沒有雷達 都還要選對不對 以前連選配都沒得選 這一次就把它補起來 不過只有在我們今天試駕的最高等級 S級才有 然後倒車是有輔助顯示的 所以這個也還不錯 那這一次也提出了BTI的最入門車型 它也有Honda Sense 如果你就是要一台非常實用 耐用 看起來又大方的這個CRV 那我就是六萬九 預售價就有了 那這樣的話其實整體來講 我認為這部CRV 仍然在這個市場上 還是很有競爭力 它1.5的Turbo的引擎 排線量小 節稅嘛 然後動力又很不錯 搭配這個CVT變速箱 然後後面也有 方向盤後面也有換檔撥片 這好像是比較高一點等級才有 那整體在操控上面又有很 本田的風格 就是至少你在駕馭上面 是一個蠻得心應手的 好那麼既然我們講到Honda Sense 是讓CRV長久 銷售非常好的 壯碼原因 我們就來Review一下 也久久沒有用一下了嘛 對不對 Honda Sensei它的ACC呢 原則上它就是全速域的 那它的車道維持在這邊叫做LKAS 你把它開啟之後 它的作用的區間是72公里以上到145公里 而且它跟ACC是分開的兩個不同的獨立系統 這個就跟很多歐系車 我舉我自己的賓士Intelligent Drive好了 你要開啟它就是把這個跟車 以及車道維持它是同一個系統 你一踩煞車它兩個就取消掉了 那Honda Sensei的觀念是 我在開高速的時候 我認為時速72公里以上 應該是在差不多你跑高架橋 或是高速的範圍 在這個範圍裡面 LKAS它就會幫你作動 好比說像這樣子 現在這個情況 它就會作動 而且除非我把它關掉 否則我踩煞車關掉 只會關掉ACC 而不會關掉LKAS 好 那麼我們的路試就到這裡 那我還是要看一下車內 說實在的話 這次真正比較大的改變 還是在這個區塊 就是它把USB還是Type-A的 還是就把它變成在前面 而且它還註明它是多少安培的 像前面左邊這個就是可以連 智慧電話的功能的 有功能性的 但是後面的兩個更棒喔 它可以給你充平板 2.5安培電量比較大 然後新增的當然最重要就是這個Qi 無線充電板 你只要這個車子一發動 它其實就給你綠色的點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充電 很方便 那有的人會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有點淺 其實不會 它這個左右兩邊 是還有 大概除非你車子開得超級激烈吧 它才可能左右晃出去 或是前後緊急煞車 或是加油 除非這台車的動力超強 或是你上坡起步的時候 突然很猛 它就可能掉下來 當然你也可以用充電線 你如果用充電線充電的話 你可能手機就可以放在這裡 所以前面其實你可以充三個手機 這類兩個USB加一個無線充電 好 這是內裝的部分 改的比較明顯的地方 我覺得實用性還不錯 這也是CR-V的優點 你看看這塊L板 就是可以這樣子前後移動 還可以拿起來 所以有些人上班就帶個小包 小包包你就可以放這裡 就不用放在椅子上丟著了 對不對 像我的包包 每次都要放在前座底下 也是有點麻煩 像如果開CR-V的話 我可以把包包放這裡 也是不錯的 好啦 那我還是帶大家看一下 這部車的整個座位的樣式 至少我們剛剛前面 你如果真的要全部重看 全部捲到最前面看也可以 但是我至少帶大家瞭解一下 來 下車 好 我們來下車看一下 這個車子的外觀 如這個前面所講的 你看 水箱罩這邊 變成鏡面烤漆 這底色變成黑色 但是仍然有一個 非常漂亮的鍍鉻的造型 來 跟它的下巴一樣 下巴也是亮亮的鍍鉻造型 都是一個這樣子A型的 就感覺比較有這種空氣動力學 有這種賽車的氣霸的樣子 所以我說它比較霸氣 這裡 這個就是HONDA SENSING的雷達 它上面也有那個 好 那側面呢 我們就看到這個 五片花瓣式樣的18吋雙色鋁圈 車尾燈主就稍微做熏黑 其實它沒有變 所以這次的改款 真正變的就是下巴 就是前後寶桿 後面的雙邊 雙邊的單粗排氣尾管變成扁的 這是在頂規的車款上面 它就有了 嘿嘿 體感失誤 這是以前都沒有的 好 那我們看到下巴的空間什麼的 其實因為它本來就是做得不錯 所以我也就不用再追去 關於售價 這台是S版 是最頂規的 它的預計單價是113.9萬 中間的VT-S就是103.9萬 這次新增的入門版就是VT-I版 是96.9萬的預售價 實際上的價格是多少呢 我猜啦 都是大概為數看看 或者是我們來穿越時空一下 帶你到發表會 9月3號的現場 S等級的CRV 我們的正式售價是113.9萬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VT-S 我們的VT-I正式售價是103.9萬 Honda CR-V的VT-I正式售價是94.9萬 好 回到現場 相信大家都知道價錢 好 之後我不知道 但是沒關係 我也不講價錢了 我們來講市場 這是CRV的這個2020的調整 當然就是它產品線本來就是 中期一定要做一個改款 但日本車跟歐系車比較不一樣 歐系車的整體周長比較長大概8年 所以它在4年的時候 可能它改款的東西就不只是外型而已 可能還會包含什麼變速箱 動力系統 都有可能做一些調整 那日系車的話 大概周期大概6年吧 所以這次的改款 就是你看17、18、19、2020 就是三年多的改款 所以這一改款還要再佔個兩三年 新的CR-V下一代就要再出現了 但是呢 我們這幾年你會看到在這個CR-V 就是中期休旅車國產 或是進口的這個市場 出現很多的競爭者 從去年的Toyota RAV4 超強吧 它真的是超強 有時候一個月賣三千多台四千台 嚇死人了啦 所以它把整個市場 可以說吃掉大便的江山 等於是其他的車子加起來的總量 搞不好還沒有它多 真的沒有它多 所以很多人會說 買休旅車我就買RAV4就好啦 當然可以 YES 大家要買什麼車自己決定 但是最近 上上個月出來的KUGA 就是福特的KUGA 也是大家非常棒 大家都覺得非常棒 連我都覺得 哎呀 這個KUGA它的規格出來 有1.5Turbo的就180 然後2.0Turbo的250 哇 我覺得在整個規格配備上面 它確實沒有對手 那福特一向 大家都知道它們現在是走歐歸嘛 所以它很早就開始有 這種小排量渦輪的佈局 那日系車反而現在 這個真的只有Honda CR-V 在這個是比較跟歐歸接軌的商 所以我相信在於我們之前有談到的什麼咖啡啊 那個問題啊 Honda也好 福特也好 它們應付的都比較快 因為以歐歸車來講 它們在油耗或是減能表現都是不錯的 那福特也做得不錯 所以我相信會有很多的朋友 會在這個CR-V或是福特KUGA之間做一些 這個心理的掙扎 那這次CR-V很明顯 它會推出一個最入門的VTI的版本 其實它以前就取 它1999年取消 現在又裝回來 為什麼 就是因為KUGA出來 它也有一個96.9的入門版本 然後它也有Corpilot 360 Level 2的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那Honda有Honda Sensing 所以以往CR-V在最優勢的這一塊 Honda Sensing的部分 先有RAV4的TSS 2.0 然後又有KUGA的Corpilot 360 這兩個左右夾差之下 CR-V當然就會比較陷入一些苦戰 但是我相信在市場上 我就說錢還在你的口袋 車子還在showroom的時候 你一定會去多比較幾家 然後我認為是在市場上面 KUGA會相當的有競爭力 但是CR-V的支持者也是相當的多的 好比說我們如果要看長遠的話 第一個如果你不需要四輪驅動 你不需要那麼大的動力的話 其實CR-V不論在經濟上 或是空間的使用上面 或是它的耐用度 二手車架其實都是很好的選擇 那提供給你們做參考 我相信在這個影片 大家看到的時候 一定會有支持者跑出來 所以告訴我們 你在底下留言 你到底是覺得CR-V好 還是你覺得KUGA好 還是你就覺得RAV4最好 等等 你可以留言 我是Kevin 希望感謝今天收看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分享小鈴鐺按下去 今天的節目到這裡了 拜拜 昨天晚上跟社長聊了一下 就覺得說 這個社長也滿年輕的 年紀大概只到我兩歲 然後它對於這個銷售 對於市場它是很有本事的 所以這次調來台灣 我覺得對於台灣本田的很多車種的選擇也好 銷售也好 包括之前傳出來 是不是會有大家想要的Civic Type R 我想都在評估當中 那日本人你也知道 每次問他們這種事情 他們永遠只會回答 我還在評估當中 但是他們會這樣講表示 有 會有這樣的計畫